大家好 我是學長 硬派90秒的這個單元也做了很多集囉 很多人很心急想要聽到更深入的內容 學長都聽到了 但凡事有個循序兼進 還是有很多粉絲對精品咖啡是比較沒有概念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服務一下他們囉 畢竟越多人在精品咖啡這個大坑裡面 我們就更多好朋友一起研究咖啡 那這樣會比較好玩嘛 那今天就來跟大家聊一下 磨豆機裡面的鬼尺刀和平刀的主要差異 一般來說居家手中所使用的磨豆機 大概有六成以上都是瓶刀 那畢竟台灣早期的磨豆機 很多確實是模仿日本的設計 那這點無可厚非 那瓶刀磨豆機喝起來的香氣和果酸 就會比較明顯 因此比較容易做出層次感特色 所以很多人還是喜歡使用瓶刀磨豆機的 但瓶刀磨豆機也有最致命的缺點 就是它的技術要求會比較高 因為它的細粉的比率會偏高 咖啡粉萃取的效率也會比較高 日手沖的時候如果你沖得不好 風味容易尖銳、苦澀、雜味比較重 對初學者或是想簡單方便的人來說 就不是那麼親切了 那鬼尺磨豆機正好和瓶刀是相反的 風味上比較容易凸顯甜度和口感 整體喝起來就比較圓潤 那當然啊香酸和層次就沒辦法這麼分明了 容易做出安全的咖啡 但要挑戰高分就沒辦法和瓶刀一樣 它的極限比較會有限制 但也因為如此 如果你要追求的是輕鬆、安全、杯杯好喝 其實鬼尺真的是個很好的選擇 初初期來真的是很親切 不太容易失敗 而且原潤然後舒服 當然在選擇這兩種磨豆機時 學長建議你還是要先搞清楚自己的目標 如果你想要挑戰高分 選擇平刀就絕對不會錯的 如果你想要輕鬆切意 那就一定要選擇鬼尺 好 基礎磨豆機的差異 今天就說到這裡 還有很多很多磨豆機的細節 讓我們一步一步跟大家聊完 各位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下面詢問 希望會回答的 不然就是排在後面 幫大家一次錄製好 總之讓我們多花點時間 把精品咖啡學好 那還沒有訂閱學長頻道的 趕快去訂閱 不然就是分享給你的好朋友們 大家一起進精品咖啡的打坑 這樣才好玩嘛 那今天的硬盤90秒就到此為止了 我們下一期再見 拜拜